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收看 透视新科技 新型磁悬浮列车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透视新科技节目 我是主持人盛春 2021年的1月13日 由我国自主研发设计的高温超导磁浮工程化样车 在成都正式下线 它的时速达到了620千米 2021年1月13日 由我国自主研发设计 自主制造的世界首条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 在成都下线启用 该条实验线全长165米 设计时速高达620千米 由于采用新的磁浮技术 极大提高了列车的速度 这种新型高速列车一旦投入使用后 将为我们的出行节约大量的时间 这种新型磁浮列车的安全性如何保障 它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商业运行呢 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 高温超导磁浮列车项目的负责人 金昭辉 欢迎你 另外一位是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工程师 郭亮 欢迎郭亮 刚才我们通过短片已经了解到了 这个车怎么会这么快 未来有了我们这个磁浮列车 我们从北京到上海需要多长时间 目前我们就是陆地上的高温超导磁浮列车 最高速度涉及的是620 现在是四个半小时 如果这个高温超导磁浮列车出来以后 大概我估计三个小时也都可以到上海到北京 下一步我们把它放在真空管道里 我们目前研究的是每小时1500公里的列车 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到了 郭亮怎么来理解这个速度的变化 我们现在的动车和高铁 高铁能达到300多公里每小时 我们天上飞的飞机 民航飞机 速度基本上就八九百公里 我们现在这个高温超导磁浮列车 这600多公里已经接近飞机了 甚至未来还会超过 对 1500公里的时候 每小时的时候就已经是 我们经常说叫超音速了 它已经超过了音速 所以已经比现在的民航飞机还要快 有轮子的东西跑得快 为什么这个磁浮没有轮子的跑得更快 有轮子是把那个摩擦变成滚动摩擦了 就跑得快 比那个平推要快多 这是基本的原理 现在把车扶起来 扶起来 就是它扶起来以后就没有摩擦力了 没有摩擦力 地面给它动力以后 它可以跑得很快 飞机能跑多快 它基本就能跑多快了 基本是这个样子 其实对我们大多数人 了解我一些这个磁悬浮的概念 就是从上海这个机场到市中心的 这样一段路 请问我们加上高温超导 为什么这个磁浮速度就快了那么多 这个高温超导能通俗地讲给我们 首先说超导 超导就是说 在某一个比较低的温度下 零下100多度的200度的时候 一个导体它就电阻为零了 电流就很大了 这个电流大了就可以产生一个强支场 这个强支场就可以产生强大的磁力 就把这个可以扶起来 扶起来以后呢 它就没有摩擦 就跟说没有那个滚动摩擦了 它就跑得快了嘛 原理就这个原理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说悬浮起来 它的阻力就减小了 所以别管是之前的电磁的悬浮 还是我们现在的高温超导的悬浮 它的核心目的 我先把这个东西先抬起来 先飘起来 对 飘起来了之后 就像刚才金老师说的 那么我的列车已经跟地面脱离了 所以只要脱离了之后 原来的不管你是滚动摩擦 还是滑动摩擦 摩擦基本上就没有了 没有了我这个车就可以开得非常快 所以就类似于贴地面的飞机 你可以把它这么去想象 上海的那个磁悬浮 那就用的就是这个原理 只不过它用的是通电 它的弊端就在于 它要一直通电 而我们现在提出这一套 叫高温超导磁浮的这套技术 你会发现我就不用通电了 不通电 结构就简单 那过去的磁悬浮 它也是飘起来 为什么加了高温超导 它飘起来就更快了 过去的磁悬浮 飘起来以后 它是用电磁浮飘的 就相当于两个电磁铁把它扶起来 另外它还要导向 它要朝一个方向走 它有个导向 导向原来也是用电磁浮来导向的 这样的话就要求对控制系统要复杂一些 我们现在是利用了一个自然现象 就是在超导 它就自动把它扶起来 自旋浮 自导向 这样就扫掉了这个控制系统 简单了 约束都少了 它跑得快了 我们的列车一节车厢 怎么也得有个十几吨重 整个一趟列车挂那么多车厢 这个重量是相当大的 这么大的列车 高速行进的过程当中 如何来控制它的行驶状态 这个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真正的火车怎么做呢 是有两根磁轨 像铁轨有两根磁轨 磁轨上面 列车下面布置了很多个悬浮器 高温超导悬浮器 那个悬浮器里挂的液袋 装了超导体就产生了 刚才说那个悬浮现象 就把车举起来了 浮起来了 浮起来以后呢 而且它还就是源自这个磁轨跑 叫制导向 不用通电 就用浮的196度的液氮就超导了 它就正常的就跑起来了 就相当于理解 就是车厢底下挂了很多个冰块 冰块里放了超导体 然后在磁轨上就浮起来了 那说到这个话题 我们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超导指某一材料在低温环境下 电阻为零的现象 当材料处在超导状态时 就会产生类似于同性相斥的悬浮现象 1911年科学家们就发现了超导现象 并认识到超导的巨大应用前景 但实现超导需要极低温度 满足这样的低温条件 成本高昂 因此早期的超导材料 只停留在实验室里 无法实际应用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科学家坚持不懈地 寻找新的超导材料 1987年 我国科学家研制出 已被同氧系超导材料 并在零下196摄氏度 液氮环境中实现了超导 由此高温超导技术诞生了 那么高温超导技术 为什么会应用于列车之上 除了速度快之外 高温超导磁幅列车 还有什么优势 据我们了解之前 在青岛已经有了 时速达到600公里的 高速磁幅列车了 那我们这个研究 高温超导这列车 跟它之间的 这个对比是什么关系 就是说我们这个车 要更简单一点 那个磁幅是什么样的磁幅 是电磁幅吗 电磁幅 那个是电磁幅 就是利用电磁的现象 来导向和悬浮 您刚才说的特别简单 我们让技术变得更简单一点 这个简单意味着什么 简单意味着可靠性增加了 因为一个系统 要工程数学 要工程偶核心 它和环境的偶核心就小了 外面干扰它的东西少了 刚才说电磁幅车 它需要三个方向控制 左右 上下 前后 我现在左右和上下 都用这个超导现象解决了 不用管 只管前后就行 就简单了 就是技术原理 别的体系完全一样 别的完全可以见解 互相可以利用的 就这个原理上 我们稍微有不同 目前我们现在能够说出来的 高温超导的磁幅列车 它的优势具体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高温超导磁幅 主要一个是速度快 比旺达轮轨关系 要跑得快一点 最高可以600多 第二个 节能 悬浮不用电 又没有滚动摩擦 跑得快就节能 第三个 它的维护费用低 因为它上面没有接住网 没有挂受电空 下面没有轮轨摩擦 它少了两个磨的东西 就不用修 修起来要方便点 像我们一个数据 叫全寿命周期便宜 这是主要的三个优点 目前我们研究的状况是什么样 它是一个从实验室走出来的东西 尽管我们今年元月43号 做了个第一台工程化样车 可以想想还有工程化样车 二 三 一代代迭代 要经过很多科技工作者的心情努力 才会把它做出来 它的原理性东西 到工程化的东西 还有很多考验 比如说实验室考虑到 外部自然环境的变化没有 考虑到别的约束条件没有 这是个很难的东西 前面是依靠学校和科研机构 后面有更多 依靠我们的工厂 来把它做工程化做出来 依靠现有的经验 说到这个话题 我们看看相关的短片 磁悬浮技术是20世纪20年代 最早被提出的 此后几十年 这一概念受到多国科学家的追捧 被认为是未来高速铁路的 最佳解决方案 20世纪70年代 德国利用电磁悬浮技术 日本利用低温超导磁悬浮技术 先后建立试眼线 但这两项技术过于复杂 成本较高 都没能在本国进行商业运营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 在高温超导材料方面有所突破 由于高温超导材料 可以依靠廉价的液氮进行冷却 因此我国的磁浮技术 使用成本较低 为日后投入实际运营 提供了先决条件 西南交通大学抓住这一时机 率先开始了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的研究工作 2014年 他们开始搭建国内首条 载人高温超导磁悬浮环形线 在取得初步成功后 他们又为自己设定了新的速度目标 超过民航客机达到超音速 为此2018年 他们搭建全球首个真空管道 超高速磁悬浮列车 环形试眼线平台 这一平台将成为未来超音速高铁的雏形 那么这一系列技术 投入到实际应用中 将会面临哪些难题 如此高的速度 如何保证安全平稳 目前我们在研究这项技术方面 还有哪些难题吗 它里面很多关键设备 就刚才说的保温瓶 就悬浮器 现在不是48小时吗 可以保温48小时 能不能更长一点 另外对它的状态 能不能监测都要研究 这还是其中一个 另外比如达到1500千米以后 它通讯 车队通讯行不行 有很多个问题都需要解决的 其实我们的高温超早 刚才金老师也说了 其实主要利用的是低温 我没有别的太多的其他的 就是一个轨道 加一个低温装置就可以了 那么我如何维系 它持续的低温 这个其实是唯一一个需要解决的 类似于你说的这个电 那我就一定要 有一个持续的低温源 我们真正用的叫液氮 液氮其实就是 它的特性是 它就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 咱们空气里边有氮气 那么这个氮气把它降低 降低到非常低的温度的时候 它就变成液体了 那么这个时候大概零下190多度 这个时候液氮 它是很冷的 要比我们日常生活中 咱们家里边能见到的 所有的冷的东西都要冷 比如说冰块 干冰 干冰也就零下70多度 而液氮零下190多度 我们把这个液氮不是一点点液体 是我整个可能是一桶啊 或者是一个装置 我是放在这里边 然后拿保温瓶放好了 那么它在持续的给这个列车的下方 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 我们给它降温 就能保证这个东西 一直属于我们要的那个温度 这个时候液氮的量 其实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我们科学家经过计算的 我能保证这个液氮 在48小时之内 是不会挥发完的 那也就是说 我能保证这一列车 一直保证48个小时的持续低温 那你跑的时候 只要别超过48小时 它就会有 不叫源源不断的电 它就会有用不完的 所谓的电 也就是能量 说到这个安全性的问题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磁悬浮 我们在想 在电磁悬浮的时候 它就靠的是电 我们会担心停电了会怎么办 现在我们高温超到磁浮列车 它如果一旦失去了什么 会让它成为自由落体一样 那种让我们担心的 那个画面和场面呢 安全它是有两个来保证 一个这种列车的形式 是轨道的形式 是叫轨报车 它是先做一个 这个U型的槽 把列车放在这个槽里面 这是第一个保证 第二个是槽里面呢 放了两个磁轨 这两个磁轨上面是超导体 列车下面不干净超导体 这个超导体呢 根据刚才说那个 那个现象叫钉扎现象 它就像钉子一样 扎在这两个磁轨上面 它就顺着磁轨跑了 不会跑出去的 稍微偏一点 那个力量很大 要把它拽回来 因为它这个尺导是抗拒这个方向移动的 就像一个台湾离得越远 它跟车越大 越往回车越大 所以它的安全性相对会更有保障 安全性其实是观众朋友们最担心的 当你速度特别快的时候 你又是悬着的 那你不会跑一跑就偷鬼了吗 你不会就跑到其他的地方 那么这个事我还真有幸 我们实验室就有一个磁悬浮的模型 也是他们新南交大给我们做的 那么这个我玩过的 那这个小车当你降低到了一定温度之后 你会发现它在那个铁轨上 你觉得正常它是可以这样 这个方向往你这个方向开的 如果我拿手去往左去推它 我就想让它拖轨 你会发现它会有个很大的斥力 会顶着我 然后你会发现你看不到 底下是悬浮的 没有任何人或者物体在它旁边帮它使劲 但是你真的就推不动它 你把它拿起来也拿不起来 因为它就相当于是牢牢的吸在了那个地方 它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咱们那个拉锁 这个拉锁是什么情况呢 你看你这个拉锁 你拿着拉头 我想往左偏很难 想往右偏也很难 想把它拽起来也很难 那它就只能沿着 它给你设定好的这个拉锁的轨迹 你只能上下运动 我们的高温超导磁悬浮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给你铺好了拉锁的一个长条 那么拉锁如果是弯的 你就跟着拉锁弯 拉锁如果是直的 你就跟着拉锁直 它只能在往前和往后这个维度来进行运动 你是没有办法 当然你要付出非常大的力量 那你有可能让它左右去偏 但这个力量是非常难以想象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达不到这个破坏的极限的 您刚才说到这个非常大的力量 就让我想起了这个男子练球运动员 他在扔这个练球的时候 就是不停地旋转旋转到极限的时候 突然一撒手 达到这个练球最远的这种可能性 我们知道设备不结实 手没有抓住 都可能撒手 就不按这个轨迹去运转了 我们的这个高温超到磁伏列车 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在极限状况下 它还是要飞出去的 那怎么办呢 我刚才讲了轨道轨道是抱着它的 另外我们旁边有相应的自动装置 它偏了以后 我们会自动把它顶回来 也有这个装置的 这个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另外我们设计的弯道 坡道 它的速度都是经过严密的理论计算 下一步要经过严密的实践以后 得出结论以后 要确保它不安全 是这么来做的 当我们这列车达到那么高的时速的时候 怎么来保证我们乘客的舒适感呢 舒适感主要是由加速度来决定的 慢慢地加速上去 它就比较舒适 比如你坐飞机 并没有明显的不舒适感 另外要保证它不颠簸 少颠簸 那就不会晕血 这两点 高温潮到之后都有优势 我们就夸张一点说 我们现在在地球上 咱们觉得现在坐在这 实际地球也在转 那你为什么不觉得头晕 是因为它没有加速的感觉 所以你根本体验不到 所以你在那个车里面 你可能还会拿着饮料 跟别人一起坐谈 交流啊 你都觉得很平常 然后只有它会提示你说 我们当前站马上要减速了 然后要求你坐回去 跟飞机一样 你坐回去的时候 你再把安全带系上 再去慢慢慢慢去减速 而在行驶的过程中 其实你是没有太多的感觉的 那说到这个磁悬浮列车呢 之前呢 我们国家呢 已经有一些线路 我们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随着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 人们对出行的速度 与舒适性要求日益增加 从蒸汽机车 内燃机车 到电力机车 再到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 他们的速度 已经由一开始的 每小时几十千米 增长到现在 已经接近每小时四百千米 但这依然不能满足 越来越快节奏的社会需求 因此发展速度更快 舒适度更高的 磁悬浮干线铁路 就成为了更好的选择 我国是磁悬浮列车 投入商业运营最早的国家 2006年 世界第一条商业运营的 磁悬浮线路 上海磁悬浮列车 示范运营线 正式投入使用 这条线路 采用长导电磁悬浮技术 专线全长近三十千米 全程只需八分钟 其最大运营速度 为四百三十千米每小时 2016年 长沙磁浮快线正式开通 这是我国第一条 自主设计 自主制造 自主施工 自主管理的 中低速磁悬浮线路 随后2017年 我国第二条 中低速磁悬浮线路 北京地铁S1线 建成通车 磁悬浮列车 具有噪声小 震动小 爬坡能力强等优点 因此在短途的 市政交通领域 具有独特的优势 但传统 电磁悬浮高速列车 造价昂贵 并且速度上 并没有比现有轮轨高铁 高出太多 因此在长距离 干线铁路网中 没有应用 而新型的超导磁悬浮高铁 通过更高的速度 更简单的结构 有望应用到干线交通领域 那么高温超导磁浮列车 未来还将会有怎样的发展 这种高速列车的应用 将会如何影响 我们的出行方式 时速620千米 甚至是实现1500千米 这样的时速 预计多久能实现 环节全国的科学力量 一起来搞的话 我认为3到5年 应该能够实现 空中安跑起来 跑起来 3到5年 3到5年 我们这个高铁站 能够满足 我们这个高速悬浮的 这种列车的需求吗 轨道是肯定不同了 但是我们现在的 高温超导磁浮列车 对线路要求 是低于现有高速铁路的 它是个均匀负荷 一个车底下 有很多个悬浮器 它对线路的负载是均衡的 你看高铁 一列车前是两对 或者是几对轮值 它的冲击是点状的 或者是平的 所以可以少一点 我们计算结果是这样的 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的 工程实践中论证 那就是我们建轨的成本 要比之前的高铁 要降低很多 土建便宜了 但是你这个磁轨 是稀土材料做的 那个要贵一点 综合起来 我们有可能 结果努力以后 有可能接近于高铁的成本 它的土建规模小了 但是它你的积淀成本 就是主要是多了个磁轨 磁轨 磁轨因为你没有量产 目前没有量产以后 它就要贵一些 量平常大了 就工程化以后就便宜了 接下来一个问题 可能是两位 在研制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想过这个问题 当真的有一天 这样高速的悬浮列车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会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给整个社会的经济 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人类对这个速度追求 是没有止境的 时空时空 时间和空间是可以换的 所以我想这个速度快了以后 肯定会带来很多的变化 可以说我们可以带动 整个产业列的发展 整个工业都上去研究都上来了 另外一个 这个高速磁浮列车 如果这么快速度跑出来 我们又变成世界第一了 原来高铁是我们走向世界的一个名片 现在我们把它又再擦亮一次 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在北京 我们就可以说金经济一体化 真的一体化 我去天津 我从来都不用琢磨 说到底买几点的 你可能随时到南站 买一张票就到天津了 比如说我现在9点钟 我说一会咱们11点开个会 那我可能就能去得了天津 那么如果1500千米米小时 这种情况 经常我这边出差是去上海 我有可能现在怎么想去天津 到时候就怎么去上海 我们说下午一会开个会 可能那我说好 那我马上就去这个磁悬浮车站 然后我们就买一趟磁悬浮的车票 我可能下午就见到人家 晚上我还回来吃晚饭 原来还要坐很久 你才能去到南方 那么现在的情况 我们有了高铁有了飞机 我很容易可能半天或者几个小时 就到达了 那么未来我们有了这1500千米米小时的 高温超早次服列车的话 我有可能去中国的任何的地方 我都不用考虑太多的时间成本的问题 我只需要考虑我能不能当天完成 我需要既定的这种工作量 那么这才是我们人之间的这种沟通 如果你想象是货物呢 那么如果是货物的运输 因为我们现在说物流是一个支撑 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那么我们国家为什么最近这几年发展这么好 其实也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的物流体系建得非常完善 那么在这种运货的情况下 如果能达到1500公里米小时的这种运输速度的话 我买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 当天甚至半天就到达了 所以它会对政治经济 人文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带来的改变 是难以估量的 现在我们听说的成绩列车从北京到天津 很多人就选择在天津居住 然后早上乘高铁到北京上班 其实一点都不影响 一点不耽误的 甚至比北京市里开车还要快 那将来还会更快吗 将来还有4000公里的 还有4000公里 还会更快 这在研究 国内的已经开始研究这个东西了 都提出了个设想 我们说4000公里每小时 首先第一 它肯定要在管子里 因为空气的阻力是最大的 就是当上高速之后 不管是600公里以上 还是800公里以上 空气的阻力就变成最大的一个阻力了 所以我们即使是现在我们说的 1500千米每小时的这个列车 也是需要在管道里面 我尽量的把空气抽掉 变成准真空 或者叫亚真空的这种方式 那么4000千米每小时 也是一样的 我把空气抽得尽量的干净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阻力就很少了 那阻力少了之后 我们刚才说过了 我们加速的阶段 慢一点加 那我们就慢慢推起来 推起来达到一定速度之后 由于你在管道里面 那么你并不知道外边 是多少千米每小时 所以其实 4000千米每小时 如果它运行非常平稳的话 你其实并不知道外边 开了多少千米每小时 只有那夜晶屏会告诉你 4000千米每小时 类似于咱们现在坐高铁 你看这350千米每小时 你也并没觉得真的有那么快 因为你在里面坐得很平稳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跟我们畅聊 高文超导 高速磁幅列车 我们过去不敢想象的速度 居然在未来 科学家的努力下 就可以成为我们生活当中 真实的样板 好 感谢两位 也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透视新科技》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更多的节目内容 可以下载杨视频 收看我们的往期节目 我是盛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